各位观众,早晨,欢迎收看我们开始的情况 会请Harry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圆圆志气 谈谈内地股市以及港股方面的表现 Harry,早晨 你好,我先想跟大家跟进内地股市方面的情况 因为昨天来说,真的过山车 首先看到在很短时间急速超过半成多 其后竟然可以到升去收市 利淡消息都非常多 都是关于两融方面的业务 以及个别的劝商股 就说一些停牌股份不可以做融资融劝活动等等 所以都很影响到市场的投资情绪 今早早来说都非常之意外 因为都说到一下子升成百多点上来 高位见过5051点 终于都上到5000点这个水平 这么重要的心理关口 但是又好像不是很受得住 升幅明显收窄的 升27点,现在去到4975点 都非常之关键 因为问亲都很难去报处 因为这样的走势 是比较少见一点 几百点的波幅 差不多9% 也有这么多的波幅 如何部署内地股市 消息面这么多 真的很难去看哪一笔一样 是你很理淡的 暂时来说 是否都是大家要关回融资融劝方面的情况 还有IPO方面 凍结的资金都非常之多 如何看回现在的流动性 如果你说看A股的表现 我奉劝大家 对于那些波幅来说 你不需要跟得到这么贴 因为日中 现在A股很流行 要么是一个大V的走势 要么是一个W的走势 要么是一个W的走势 都是说星期五效应 中证监会不会对于融资融券方面 是会多一些陈述或亏限 这个机会比较大 因为现在最新的数字 是融资融券是2.1万亿 在这个情况下 中证监会不会对融资融券 再有些收限 在中证监之前 我们说昨天的市况 当然是券商已经自己做了事 在创业板方面 他们很多都剪掉融资融券 所以你为什么看到 昨天的消息说 其中一间证券行 不借孖展给这些创业板 其他证券行的孖展部 就不管了 都不等孖展部的指示 全部斩下来 所以一下子就斩了200多点 为什么会有一个情况 就是导星收市 斩完之后 钱出回来 就买主板 我们不准玩这个创业板 我们就玩主板 所以就看到这个情况 就看到这么急剧的波动 在那里 所以上证指数来说 我会觉得 今天都是看着五千点大关 但是大家再冲进去 ETF或者买卷券商股 你真的要想一想 究竟中正监会做些什么 因为很难去预计 正路去想 就是说我们都会控制 融资融券的一些情况 但是如果他一个不该跟你说一说 就是说 原来我们都没有什么特别指示 券商对于融资融券 即是特别借给创业板那边 其实我们没有禁停 如果这些言论一出来的时候 创业板又封颠了 所以现阶段上来说 指数当然是在看五千点这个弹关 如果五千点守得住 港股有望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因为这个都是指标性 尤其是上到五千点的时候 很多资金都可能在想 追回一些落后的H股 所以A股的形势 先看看五千点今天能否守得住 好 还有其中一个利好因素 讲到A股方面 因为昨天到升收市 再创7年的新高 另外有新一批11支IPO 冻结4.2万亿的资金 说会回笼 所以对流动性松一松 其中一个利好因素 就是A股方面的表现 昨天有没有留意到 美市时段表现比较好的蓝手 找到一只交行3328 美市时段突然升上来 最主要有些消息 说在最快两个星期左右 就会获批运业经营 这是一个利好消息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憧憬 现在常说有一个国企改革 会不会补静整个内人股 即是银行业方面 又有些相关改革 所以见到一些聪明资金 冲了下去 会不会有什么憧憬 这个消息大家有什么可以关注 3328大家买下去 你可以拨过运业经营的方案出来 但问题是大家要理解 本身运业经营是什么进来 如果你说在本业上来说 它一直都是运业经营 因为本身有汇丰在 它的股权架构里面 不是只有交行 所以我自己的预测方面来说 应该交行拆某一部分的业务出来 可能好像类似中石化那种的运营经营 中石化就拆它的便利店出来 而交行会有什么拆出来呢 可以是一个零售银行 可以是其中一些业务 亦都见到 另一个市场上面 一直在猜测的一件事 就是它可以买一间券商去做的 但是交行其实它本身 如果内地来说 当然没有券商业务 在香港是有的 这个方案会否走出来 会否引发到一些拼购的预测 市场是有很多传民的 所以大家听下去的时候 我觉得本身交行 现阶段很少做大哥 升到上来8元以上的位置 其实我会觉得 小注薄薄的消息 你说估计上面 为什么它第一间是运业经营 就是因为它搞不定 整间经营不善 所以明明是五大行 我们现在说是四大各有银行 它排第五的 为什么 所以本身我会觉得 这间的顺利 或者是营业的上升幅度上来说 真是跑输别人 所以我会小注視一下消息 但是本业上来说 我会看看究竟它实质地搞什么出来 究竟是买证券行 查一件东西出来分拆上市 或者是怎么样 现在好像提供了暂色的综合服务 又一起搞银行业和证券业 都是资产 和融资方面帮了不少 不如我们跟进一下 就是浪人股这一刻的表现 刚刚提到就是交行 暂时建行没有起跌 报7.91 公行靠稳升一仙 中国银行跌两仙 农行跌两仙 交通银行跌八仙 另外招商银行表现向好 升百分之二 去到26.1 升五毫子 先休息一会 会和大家看其他股份的表现 家庭观众不要走开 有东西想问 可以继续打给我们 电话二线 2804-6566 或者可以发电邮给我们 电邮地址就是 ask at bschannel.com 另外一些浪人股 你有没有拿着呢 有的 好 谢谢你的分析 我们稍后再谈